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圈哥 干豆腐大家伙是不是都炒着吃,炖着吃啊 今天圈哥教你干豆腐的新吃法 下饭又下酒,下饭咱们就开始操作 首先咱们准备几张干豆腐 然后把干豆腐给它卷起来 好,再把干豆腐切成细条 宽度大概在3毫米到4毫米之间 全部切好,咱们把干豆腐给它抖散 锅中水操沸之后,咱们下入干豆腐丝 加入两克食用碱 咱这食用碱放在里边啊 干豆腐的口感立马就不一样了 会非常的嫩滑 吃着干豆腐口感不发紧,不发财 加入食用碱的干豆腐 水再次烧沸的情况下 咱就得捞出来了啊 咱这干豆腐不用煮太长时间 干豆腐捞出来之后 咱们它放到温水盆里边 咱把干豆腐给它头洗两遍 把干豆腐丝上面鲜鱼的碱味给它洗掉 干豆腐丝放到漏勺里边控水 再准备几瓣大蒜 用刀拍一下 然后剁成蒜沫 然后先放到小盆里边 再准备点小葱 切成葱花 跟蒜沫放在一起 再准备点干辣椒 顶刀切成段 把辣椒籽都散不要 放到里边 再放一点酥白芝麻 再少放一点香油 把油烧至切成油温的时候 咱们关火 就在辣椒上面 把辣椒积香 好 然后咱们盖上锅盖 不能让香味散发出去 炒勺不用刷洗 锅中少留一点点的底油就够用 放入蚝油 提味提鲜 再加入20克海鲜酱油 加入一勺清水 鸡精2克提味提鲜 精盐3克调底味 最后再放5克老抽提颜色 然后咱们这用丝淀粉 勾点芡汁 把芡汁勾晾入就行 然后放入干豆腐 给它翻拌均匀 好 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朋友们 汁挂得非常匀秤了 然后咱们把锅盖打开 干豆放到里边 然后咱们翻拌均匀 握干豆的时候 咱这芡汁一定要打得稍微偏紧一点 你芡汁打得紧 咱们现在拌的时候 它就不卸汤了 好 翻拌均匀之后 咱们中盘 干豆腐丝做好了 芡汁哥呀 先听大家会品尝一下味道啊 芡汁哥尝尝啊 到时候看看 非常有食欲啊 有种吃面条的感觉 芡汁哥呀 先听大家会品尝一下味道啊 芡汁哥尝尝啊 先听大家会品尝一下味道啊 来芡汁哥尝尝啊 到时候看看 非常有食欲啊 非常有食欲啊 属食挺溜性的啊 嗯 今天这道干楼豆腐丝 无论你是旧饭吃 或者是没事儿老哥俩喝点酒啥的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且操作非常简单 大家伙认真把视频看完一遍 几乎都能学会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 能给大家伙带来一点的帮助 希望大家能给芡汁哥留下一个免费的站 车哥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